今天的环宇大话题要来带您看到全球的核武威胁 首先要提的就是才在8日通过核武政策的北韩了 北韩最高人民会议将核武政策法制化 授权北韩可以先发制人的核攻击自卫 领导人金正恩还说 北韩的核武器不是可以拿来讨价还价的 指控美国企图逼迫北韩放弃核武的终极目标 就是颠覆北韩政权 因此他设立了不容退后的底线 也就是北韩是不可能进行非核化谈判的 而这项通过之后 北韩就在新的宣传海报上 画上了核子弹头的弹道飞弹 传达建设国防实力为第一优先要务 这是北韩大约5年来 首次以核子武器来作为海报画面 北韩的永和态度是如此的强硬 南韩国防部也就马上反击了 一旦北韩企图发动攻击的话 他警告将招致美韩同盟进一步强化 而反制的力量就会加剧北韩被国际孤立 以及民间疾苦 见识北韩政权将走向自取灭亡的不归路 而除了向北韩喊话 南韩也将扩充南韩型三轴体系 要成立战略司令部 迫使北韩方是无法去使用核武的 而国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核武威胁 那就是伊朗 国际原子能总署日前在维也纳召开会议 针对恢复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进行讨论 总干事格罗西表示 由于德克兰当局是不愿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 调查他们国内的三个核设施又痕迹 导致他们难以掌握伊朗的核活动 外界就在猜测了 伊朗有可能正在进行秘密的核计划 伊色列的国防部长甘次也说明了 他认为伊朗是有能力在几周之内产出 足以制造三枚核弹头的浓缩用 同时还公布了十个疑似伊朗在叙利亚 建造的武装设施 都让已经陷入僵局的伊朗核子协议谈判局势 是再度的恶化 而说到这个伊朗核子协议呢 是在2015年达成的 但是啊在2018年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的时候 就单方面的宣布要退出协议 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让美伊的关系再度恶化 而2021年 美国总统换拜登上任了 他希望可以重返伊朗核子协议 也积极的与伊朗当局展开长达18个月的谈判 但是这一次换成伊朗爱理不理 因为他们持续的将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带入谈判中降低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就表示说啊 美伊双方不太可能再近期达成新的核子协议 外界也推测拜登政府在11月的期中选举之前 恐怕都会继续的保持沉默 不过国际危机组织认为啊 为了避免伊朗核发展的局势逐渐的恶化 美伊双方应该要讨论实践单一措施保证的可能性 像是基于人道主义来释放双重国籍的受居留者 以尊重彼此的底线 避免紧张的局势再升级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宇大话题 将时间召还给棚内